大家好 我是Tim哥 Tim早 今天剛好我們兩個使用 iPhone 14 Pro跟iPhone 14 Pro Max 一週時間了 好那今天老樣子 我們用了一週 因為我之前有跟廖阿輝拍 我們用了兩天的感想 那其實大家反應還蠻熱烈的 那我想說一週 接下來兩週還有一個月 我都會分享給大家 有一些人其實是 可能11月才會入手 那在入手之前或是有些人來考慮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聽說你心得很多是不是 我覺得心情五味雜沉 聽起來是不是嚴重了 那我問你是缺點帶優點 還是優點帶缺點 是優點也是缺點 我們講心得都是先講缺點 才能講優點 這麼猛烈 大家都是想要先聽到 你用了有什麼缺點 一定是要告訴你不好的點 就希望他哪一天可以改建 OK 我那一天因為我跟你們去實測 然後包含你們自己有上山拍影片 或是拍夜間的一些拍攝 其實我覺得夜拍這件事情 對於iPhone來講 因為我們平常是Apple的手機有用 我們安卓的手機有用 沒錯 那夜拍這件事情呢 就是因為他這一次的感光眼鏡更大 所以他偵測到需要開夜拍的情況之下 是他決定 對我沒有辦法手動的強制說 比如說我現在看這個照片 我覺得我現在這個地方 我希望這照片再更亮一點 對 可是我沒有辦法強制他在這一張照片 我一定要開啟夜拍 因為他感光眼鏡 他覺得他吸收光好像感覺夠了 就是你拍起來 你就是希望這張照片再亮一點 這個我很有感 你知道那天我去電視台的攝影棚 攝影棚其實他已經把燈關得很暗 iPhone告訴你說這個光OK 他還是沒有開啟夜拍 後來我就跟主持人說 這樣我們再往旁邊更暗一點的 他才去開啟 所以希望以後手動有 希望他有一個特別就是夜景模式 我直接按到那個功能 他就給我開啟最亮 當然我們都會希望 不然你還要後製去修那個照片 麻煩 第二個 就是我們在拍那個動作模式的情況之下 也是太暗的地方不能開 對 他有顯示出來 今天一旦你開啟動作模式以後 他說這個地方太暗 你動作模式不能用 第三個呢 第三個是優點是缺點 是動態導 因為大家是需要一點點時間去習慣的 可是因為動態導 他的位置是比以前的那個瀏海 在下面一點點 所以你在視覺上其實很難忽視他 OK 對 你就因為無法忽視他 你就會覺得看東西的時候好像有點雅雞 可是我覺得至少他把之前 大家都一直覺得他瀏海不好看的地方 做出衍生出一個功能 沒錯 怎麼會這樣對不對 就是希望他能夠再上去一點點 那你覺得優點什麼 優點呢 當然是那天我們有做一場直播 就是跟所有的粉絲一起 超爆我的手機 超爆我的手機沒有問過我啊 就是那一天我們大家在非常極致的情況下超爆他 有些人會講說我又不會開100%的那個亮度在那邊看影片 我們是測試 對 所以後來的續航是多少 16小時 16個小時又30幾分鐘吧 然後我這個Pro Max才 14Pro Max才耗到沒電 我的14Pro好像是13小時的樣子 很多人有講說這次的14Pro的續航力有增加 對 所以你第一個是講 續航力 對 續航力是真的佳 然後第二個是我覺得 AOD很棒 Oh always on display 對 就是 AOD就是 因為像我們平常就是可能在公司的時候 我們是用電腦或是什麼的 或者是平常你在看電視 你可能根本不會知道現在是幾點 那如果幾點的時候 我還得特別去點兩下 可是現在就不需要了 你在什麼時間 像直接就可以看得到 就可以直接看得到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 像我AOD對不對 如果你這邊還有一些訊息的話 你放著以後你還是都可以看得到 還是看得到 有一些人會問說 那個AOD會不會很耗電 其實應該是說我們體驗下來 它並不會耗太多的電 剛剛的手機如果是這樣一直蓋著的話 它其實是黑畫面的 對 再來就是動態導 一樣雖然說我剛剛講說動態導 你需要一點時間去適應它 或是覺得它看起來是有一點點 欸 蠻醒目的 對 可是因為我覺得它增加了更多的 APP的輔助功能 OK 所以其實你可以尋找 以前例如說我聽音樂好了 可是它現在可以在上面直接 做跳上下手啊 或是什麼 甚至是最多可以分到兩個 兩個APP 對 我覺得可以就是應該說在幫助我 使用APP操作上面來講呢 是有幫我減少時間 第四個我覺得還不錯的點是 就是因為像我們自己有養狗狗 可能有一些觀眾自己有養小朋友 小朋友 對 有育兒啊或什麼的 就知道狗狗跟小朋友 其實是很難控制的一個生物 沒錯 所以你要拍它的時候 你有時候要追著它跑 那個動作模式就讓你變成 因為以前我們像有拍VLOG的人 我們是走路其實以前還沒有動作模式的時候 站著或是你走路 其實本來就已經很防守陣了 真的是除非你到要走路啊 很顛簸的地方啊 或者是你坐在車子上 那就會非常勇敢 就是這次的動作模式 對於有在常常拍攝影片 狗狗寶寶或VLOG的話 其實都會蠻有感的 主鏡頭4800萬畫素 你是不是開夜拍就可以直接夜拍了呢 但是它就是要開啟ProROG的模式 大家自己記得喔 對 但是開啟 因為如果你沒有開的話 它大概就是一般設定 就是在1200萬畫素 OK 那所以你要用4件8 你要供到4件8的話 你一定要開啟ProROG 那但是它也是拍起來的效果 夜拍效果 就是你人會更立體 噪點也會比較少 對 然後顏色我覺得 除了人更立體外 也會比較飽和一點 可是你知道還是有缺點 檔案太大 你如果是用ProROG的話 一張好像90Mb到100Mb 所以其實如果你真的是 常常會用到4800萬畫素 用ProROG這個功能的話 我會建議你的手機容量要大 你不要買什麼128G 買那一TB的啊 一也太多了 512也可以 可能會比較適合一點點 但是一般情況之下 我們白天拍攝 那些其實都不會用到那麼高 哦好 那我補充你這一點 因為你都講到夜拍了 其實我自己其實在這幾天試下來 夜間錄影 我個人還蠻有感的 看起來它的清晰度啊 然後甚至於收音 我覺得它是有得分的 對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用的是前鏡頭 他都拿前鏡頭來刷牙 前鏡頭現在有自動對焦嗎? 所以我就這樣會湊過去 你知道嗎? 然後你在看牙齒上面有沒有卡了什麼胡椒粒 對不對? 很清楚啊 哈哈哈哈 因為我兩天心得 我有講一些我的心得了 可是我最近又發覺到有一個缺點 他也是優點也是缺點 什麼? 跟鏡頭模組有關 因為他這次鏡頭模組做比較大 你知道我在選手機殼啊 然後鏡頭貼 我很害怕 這個是蠻多粉絲會問的問題 因為這個這一顆鏡頭 如果你真的刷在地上 然後磨到的話 他不是換一顆一顆鏡頭 他是一個模組都要換掉 一萬多塊 所以你知道我最近呢 在用iPhone14 Pro的時候 我都很小心 你都這樣拱著用 我覺得你要快點貼鏡頭貼 所以我其實會很擔心 你知道嗎? 我也有點擔心 所以我會想說 是要先選一個不錯的殼 需要不錯的殼 這不就來了嗎? 好 今天介紹的是我鄰居 他的品牌叫阿斗 他在2011年成為台北 是我們的台灣本土品牌 阿斗的義大利文叫高的意思 也就是說 他們家的產品都是用最高品質 義大利是非常知名的皮革產地 阿斗的所有的皮革都是從義大利皮革產區進口 你也知道歐盟比較嚴格 也就是說他製成的時候 都會幫污染降到最低 我先裝在iPhone14上面 皮革的手工包覆的很細膩質感 保有皮革獨有的紋路 皮革用久了 會見變一個色澤 所以阿斗的手機殼都是獨一無二 另外你可以看到他這次的側邊 有改良的一個側邊的按鍵 使用金屬按鈕 加強那個手感 其實更好按 他全系列是0.5毫米的厚度 皮革全包覆的一個工法在 而且他的結構可以奈1.5公尺的軍規防摔 而且防摔的同時 他也不會犧牲厚度重量 其實拿起來是非常的輕薄 而且你看他這螢幕 看到他凸起是0.75毫米 保護貼貼上去後還是有空間的 甚至於他也高過於鏡頭 他這次這幾款分別有不同的特性 我現在手上拿這一款 他叫磁吸系列 他可以兼容無線充電 而且你看 MagSafe 是不是沒問題 沒問題對不對 另外一個是他這款 他經典款 他經典款就是大面積的皮革面積 所以他是沒有辦法可以做MagSafe的 但是整個的質感手握感其實蠻棒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綠色 而且你看到我剛說他的金屬按鈕 變度綠的有沒有 這兩款其實枣子還蠻喜歡 為什麼 因為這邊你可以放卡片 他也有支援無線充電 那這一款也有支援無線充電 可是你這一款 如果你要用無線充電的時候 你要把卡片拿起來 你才可以用無線充電 最後他們有出今年最流行的掛繩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掛繩 很簡單的 而且你看人家拉 就可以直接掛在脖子上 自己很容易去調整高度 折扣馬 直接畫面上大家看得到 而且你在9月底 如果加入會員的話 還可以折100元 但是他有一個很棒的優點 充電速度超快 對 充電速度這件事情 這個是我最近的感受 為什麼 因為我常常要去錄影的時候 都要很瞬間趕快去 然後像廖阿霍就說 這一次的iPhone14 Pro Max 充電瓦數支援到29W 我就拿我們家插頭 然後充我的14 Pro 每次去錄影 我只要花20分鐘就可以 因為他20分鐘就幫我充電了50%了 20分鐘50%很快 還有多的什麼呢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啦 就這樣喔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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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